這間是187日的 你去那裡,你去那裡 1921 喂,醒了 東京有很多老店,我們還沒去 快點幫忙選擇,來,坐過來 我找你調位,你向我選擇 來日本找老店很簡單 你看一個招牌就可以了 因為通常都會寫著年號 現在平成不會寫出來 對上一個超和的 還未夠百年歷史 看到大正的,近磅了 開始有百年老店 但這間更厲害 它已經不是寫年號 它寫著一個時代 江戶時代末期創業 這間鰻魚飯,200年歷史 三個字,超老店 試試 這就是用了200年歷史的寶物醬汁 做出來的鰻蟲 別管了,先嘗嘗鰻魚 油 這樣滲進口裡 很好吃 我沒吃過,一放進口裡 有這麼多香的鰻魚油 沒有的鰻魚 還有肉很嫩 簡直好像豆腐一樣 跟平時的桃燒鰻魚出來 這個顏色是淡色的 沒有那麼咖啡色的 你以為味道會不會那麼濃呢 不是 味道很好 剛剛好 試一口飯才重要 真的很好吃 飯跟鰻魚一樣 兩個都是主角 你很分明地吃得出 它有醬汁的味道 鰻魚的香 還有鰻魚的油 而且我一整個口 我覺得是把鰻魚放在這裡 油緊在我裡面 我告訴你 總之你想吃鰻魚的東西 一定要叫甚麼 叫鰻蟲 鰻蟲是甚麼 就是這個 用七盒裝著 通常鰻蟲裡的鰻魚 比較肥味 一定是給你腩 如果你吃鰻魚湯 即是用碗裝著的湯飯 大部分鰻魚 可能會給你一些頭髮味 還有其實鰻魚飯 就是用碗裝的 是以前比較大眾化的食法 但想高級一點 享受鰻魚 每個人都會吃鰻蟲 我們現在在東京 這個鰻魚飯的做法 其實就是關東的做法 關東就是它先湯了鰻魚之後 先蒸一蒸 然後才去燒 關西即是大阪那邊 是不蒸的 一來湯完之後 就把鰻魚放在這裡燒 這樣蒸了之後 才燒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你蒸的過程中 它將皮和肉之間的多餘油分 還有少許鰻魚的泥味 蒸走了它 所以如果有些人說 吃不到鰻魚的話 你吃關東風的鰻魚 少很多那隻 頂不到的鰻魚味 這個白燒鰻魚 和蒲燒鰻魚有甚麼分別呢 這個白燒鰻魚是不用汁去燒的 它就加了少許酒去燒 所以味道是不一樣的 又是滑滑滑的 肉很鬆軟 而且因為它沒有用到的汁燒 所以你再吃到本身鰻魚的鮮味 它完全沒有鰻魚的 你想像中的泥味腥味 而且我一越吃下去 停不住 還有這個鰻魚肉指燒 能否見到 這個本身 裡面的鰻魚好吃就不用說了 這裡全部都是這些鰻魚味 但首先這個雞蛋 我覺得它加了少許味淋 還有少許酒 去煮蛋卷 裡面再放鰻魚 這個是兩種附話 但兩種不一樣 200年的味道 請就小弟一拜 你真是很好吃 在東京真的有很多百年露店 你在淺醋走兩步又會見一間 既然有這麼多選擇 當然試點我沒試過 我想試這個 即是泥酥 太棒了 我現在心情是五個字 忐忑又興奮 因為我真的沒吃過泥酥 這間店很好的 有很多人其實他們未必敢吃泥酥 所以這裡有一個入門版 這個是炸泥酥 你看看它多小 其實我的手指這麼長 這個是連骨炸的 如果一般不是特別吃到泥酥的人 可以先試試這個 如果你過了這一關 你就可以去下一關 一吞完那一口 就回了虎出來 但它是香口的 裡面有豐富的維他命 鮮肉、鐵質、鈣質 所以是非常有營養的食材 為甚麼人會吃泥酥呢 很簡單 因為其實它的價錢是鰻魚的一半 但它有鰻魚一樣的營養價值 所以泥酥是當年的樹紋美食 這個其實它叫做Nukinabe 這裡分了兩款 一款叫做Nukinabe 就譯為軟鍋 軟鍋是甚麼呢 就是把泥酥不蓋骨 整條放進去煮 我不敢整條有骨 所以我選了這個Nukinabe 意思就是蓋骨 而且這裡的泥酥 基本上在下面看到 它是很生蠻的油 它的缸是養著新鮮生蠻的泥酥 到真的煮的時候 才捉它上來煮 所以保證新鮮 吃的時候 因為它底部有牛磅 有些蔥 再加上泥酥 這樣加上吃 就是最正統和百年的吃法 Level 1過了 我現在是Level 2了 這個感覺很複雜 首先泥酥是很滑的 然後醬汁是很好吃的 蔥煮得很棒 沒有你相信中的新鮮魚的蛋鴨 但是它有苦瓜的感覺 再試這個 這個是蒲燒泥酥 平時蒲燒鰻魚我就吃得多了 它變成蒲燒泥酥 跟一般的鰻魚的分別大不大 如果沒有甚麼分別的話 我以後就會吃了 我覺得蒲燒比較好吃 因為蒲燒吃下去 一加醬汁一定好吃 它這次的肉沒有那麼濃 它整個肉的質感變了 不過蒲燒是有骨的 現在我整個都是骨 我要幻想它是Calsium 因為這些骨也是可以吞的 這間是百年老店 味道過了一百年也不會變的 所以我決定過多幾年 讓我人生有這麼上一月力的時候 再來這邊試過 看看到時會不會吃到沒那麼苦 看見到嗎 東京難得下雪 這次真是天作我也 平時這間餐廳一度午餐 中午時間肯定排了長龍 每個人都吃到二十份限定的菜式 但今天你看見到 連菜式都被積雪積住 我還不可以多吃幾份 這個就是我每次來東京 一定會來吃一次的親子丼 甚麼親子丼呢 先說一下 即是雞肉加雞蛋飯 因為它們是一家人 所以叫親子丼 其實還有一些叫他人丼 即是雞蛋加不是雞肉的東西 就叫他人丼 不過會吃當然是親子丼 其實它有幾款雞肉的 這裡有雞胸肉 有雞腿肉 是我每一次來東京 排隊都要吃的味道 不過這個不是每次排隊都吃到的 你知道這個叫特上親子丼 每天下午只限定只有二十碗 賣光就沒有了 今天幸好我們吃到 我這個雞 我吃了很多次 我一咬就知道 這個是名古的那隻褐錢雞 它不只有一款雞 因為它有兩款雞 一款是秋田 一款是名古屋 很彈 你平時覺得那隻雞 平時做很多運動 所以再彈牙一點 再試這隻雞 這是雞胸 但它不像一般雞胸 我覺得它很粗 這個是很滑 我也是煮的時間剛剛好 因為它一熟就馬上放在飯上 所以它是剛剛熟的那隻滑 而且吃到它裡面的味淋的味 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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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款應該不是我剛才吃的那款 因為這款飯它用了兩隻地雞 但其實日本三大地雞 它已經用了兩款 我想說 吃這個親子湯 不是我們平時吃親子湯的吃法 我覺得它有三段的吃法 剛才第一段 我先吃了媽媽 就是雞肉 第二段的吃法是 把媽媽加兒子一起吃一次 這裡特地把蛋黃和蛋白 不要發得那麼均勻 因為它覺得這個蛋黃的香 是用來吊出雞肉的味道 如果你一來就發發發發發 發均勻蛋黃的話 蛋黃就會和蛋白混合 混淡了蛋黃的味道 你不要看它這個飯 好像很平凡 沒甚麼特別 這些就是師傅他小小 對於這一份親子湯的堅持 將雞肉混在雞蛋吃 就是第二個層次 我剛才那口雞蛋我還要適量 將一點半生熟加一些生的 還有一些蛋黃色混在雞肉 挖完一輪之後 現在雞就在我口中跳舞 這隻很彈 我教你吃這個親子湯第三個層次 加一塊雞 加一點雞蛋 再連上這個蛋漿飯 你看 我不用吞了 我怕我吞完之後會掛著它 真正好吃的東西 其實不用太花巧 簡簡單單 你已經吃到那份美味